这天一冷啊 很多老铁都喜欢做一道冬瓜丸的汤 那么这个冬瓜丸的汤怎样做 清淡好喝 这个丸子还劲道爽滑呢 今天小胖来教会大家 刚从菜市场剪了一个冬瓜 咱们先给它切成小段 然后给它去皮 把这个冬瓜馅给它去掉 然后切成厚一点的薄片 肥瘦二八比例的猪肉馅 咱们先加上葱姜末 再打一枚正宗的母鸡蛋 扫半勺的生抽半勺料酒 少许的盐鸡精食材酱调味 先是用手把油馅抓碎 然后朝着一个方向不停地给它抽打上劲 咱们在家里做完的汤 这个油馅里面尽量补放电汤 这样口感更加的劲道 咱们在做完的这时候 千万要记住温水下锅 全部下锅之后 先不要去动它 让它有个定型的过程 家们咱们这个丸子一定要温水下锅 这样它不容易碎 丸子的表面还特别光着 做菜的每一个小技巧 小胖都分享给了解 别忘给小胖点一个 谢谢大家 为什么饭店做的丸子汤那么清淡呢 一点有默默都没有 丸子定型 咱们给它烙出来 然后换心水 再次把丸子下锅 然后下入冬瓜 加上一些提味的葱花 盐和鸡精咱们给它调下味 大口烧开 咱们给它煮三分钟左右 出锅之前呢 再撒上点胡椒粉 你看这不就好了吗 像我这样做的冬瓜丸子汤 清淡不油腻 偏冷的时候一定要学着给家人做做一做 暖心又暖胃